好 播放觀眾帶你來關心 這禮拜就是國際護理師節了 不過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今天一早 護理師產業工會的相關人員 以及立法委員 是在立法院召開了記者會 針對護理師三班護病筆 來做出他們的呼籲 因為呢 以現行的法規而言 衛福部在三月初就宣布了 這個三班護病筆要來實施 但是是以獎勵機制而言 可是呢 針對他們的調查報告 顯示出500多份的調查報告 只有九成的呢 都是有超標的清新 但你來聽一下他們的訪問 以上是衛福部與各公會 所演理出來的 但實際上我們所調查到的是 醫學 這是我們公會問卷調查的 中位數 所以其實還有可能會有 更嚴重的狀況發生 實際的護病比越高 代表的是越少護理師上班 當發生病人有問題 要急救的時候 能用的護理師就越少 那對於病人安全來說 我們真的會打一個問號 那護理品質到底在哪裡 好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們的五百多份的報告裡面 就有九成的醫院呢 都是來違法超標的 而且呢 是在各層級的醫院呢 都是有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對此呢 他們護理師人員是希望 現在雖然是以獎勵機制來實行 但是呢 還是希望可以入法 因為他們認為呢 沒有入法 其實醫院都是不會擔心或是害怕的 所以呢 他們希望以現行的法制上面 可以來做相關的修正 影響是目前最新 用一個談判 一心 我們要說 我們要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